來 請起立 走 請坐 各位同心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我叫做 伯龍華 今天 我來說 台灣租款的地位 我們要大家來 認討 OK 我所收集的這些資料 都我們租書上 他有出的這些櫃 美國軍事占的台灣 台美關係的環境報告 台灣最終的地位 一二三 還有新台灣論 一本新台灣論就最新的 差不多都由租書上的櫃 裡面這裡 找出來的資料 這主要就是要讓我們大家對我們台灣的 近代市 對我們台灣租款的變化 我們台灣要走到什麼地方去 這個 有一些案例來給大家了解 好 北京議 OK OK 好 好啦 這是目錄 這個一個一個一個台灣的主權 都有的現狀 美國軍事占領台灣有什麼法理的意義 有什麼跡 有什麼跡象 抱歉 這一點 那麼台灣人一直想說要用台灣的名義要入聯合國 或者是中華民國還要重返聯合國 我們來做分析 好 2012年就是去年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灣選 流亡總統 我們來做個檢討 理想 建過台灣的未來模式有哪一些 OK 還有檢討我們本土台灣人對美國有哪一些期待 OK 好 那麼我先自我介紹 我也是台灣的原住民 我是平埔族高屏地區的馬卡道族 那麼平埔族也有很多族 那麼我是馬卡道族 比較好記就是高雄市市政府 那個謝堂廷當市長的時候 有幫我們為了紀念馬卡道族 所以在那個中關線的鐵路平礁道旁邊 有設一條道路叫做馬卡道路 馬卡道 因為已經有道這個字 所以它就沒有取馬卡道道路 就取馬卡道路 那這個名字很好記 馬英九卡在平礁道 火車來就撞到 那就這很好記了 因為這個族比較少人講 比較有名的 平埔族最多人的是希拉雅族 那我們是等於希拉雅族的資族 希拉雅有三個資族 另外一個是大滿族 就是那個莫拉克風災 變滅村那個小林村 他們叫做大滿族 聽說還有一個叫不滿族的那個住在哪裡 大概台灣到處都有 如果薪水不足的 就是不滿族 那我資深的那個民進黨黨人 民進黨1986年成立的時候我就加入了 那個時候我小孩子剛出生 那我的朋友就說 你在啟笑嗎 你不知道 不怕由國民黨把你抓去 立桌關 你是準備不怕要害人家嗎 但是我那時候就 對國民黨 因為我知道我被騙了很久了 所以又有一個政黨說要起來 要把國民黨那個扳倒 那我當然是就一不容辭的去參加 可是很可惜 到了那個施明德跟許新良當黨主席的時候 一個說要大膽吸進 一個說要喝和解咖啡 那這個理想就跟我相差太遠了 所以我從那時候就開始 慢慢沒有再參加民進黨的活動 突然有發現 有一個政黨又新成立 目標非常明確 就是建國黨 我聽到這個 這個就是我理想的目標 目標明確 只有兩個字 建國黨 就是台灣要獨立建國 哇 這個太合我的心意了 我馬上就加入了 結果不到兩年 這個建國黨是非常優秀 因為大部分都是 師自輩的人去組成的 有教師 律師 法師 工程師 連法師都有 所以 可是 因為民進黨比較草根性 大部分都是中下階層的人比較多 所以他很擔心 這麼高水準的一個建國黨起來 很可能會取代民進黨 所以他就想了一個計謀 他用人頭黨員去加入那個建國黨 然後要求重新選舉幹部 重新開會 然後 從 把那些幹部都幹掉 這個情況 讓我非常失望 從那個時候開始 那個建國黨就 江河日下就是一 慢慢就 等於瓦解了 剩下一個空殼子 一個名字而已 被民進黨架空 所以就沒有辦法運作 民進黨只為了他黨本身的利益 沒有把台灣的前途放在第一位 所以那些建國黨雖然非常優秀 可是就被這樣給瓦解掉 所以 我又找不到衣服的地方了 我就自我放逐 我就自己認真種我的樹 因為我都在種那個樹葡萄 直到2006年的6月份 因為我每天都要從高雄開車 經過那個中山路 中正路的那個地下道 那時候在高雄是在做捷運 結果挖地下道的時候 那個崩塌 那個地下道崩塌 所以我們就改走上面 五路跟中正路的交叉 在那個地方我發現 有 掛了很多這種旗子 那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這是美國總統公司 來台灣開分公司的直銷公司 我那時候是這樣想 結果有一天我去 醫院幫我爸爸拿高血壓的藥 看報紙有登個小廣告 上面也有這個旗子 然後說要在高雄市的五廟要辦演講 然後又有一個電台的頻率 這個好像也是 為台灣前途在著想的 我打開說音去聽 哇 非常合我的意義 就是秘書長在那個電台在廣播 那我很多 在民進黨或者 在建國黨找不到答案的 通通在秘書長的廣播 還有他的演講 那個得到答案 因為過了幾天就是禮拜六 他要在五廟那邊辦一個演講會 結果我就去聽 然後他們有很多職工就發這種小棋子 這種小棋子 小小的 哇 我聽到非常熱烈 整個心都又熱起來 又活過來 本來我已經退運三年 從那邊聽到那個秘書長講到那個很多 我以前都沒聽過的論述 我那時候搖旗吶喊 我非常熱心 非常熱淚 整個發燒 燒到三十九度 到現在還沒退燒 到現在還在追隨他 因為我覺得跟著他 我們台灣的 他是用法理 來替台灣找一個新 又新又活的道路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台灣到底 我們的主權的地位 現況是怎麼樣 我們來複習一下 好 台灣是在1945年的9月2號 麥克阿瑟發布第一號命令 一般命令的第一號命令 那是我們日本戰敗 投降友 那個蔣介石 他是命令蔣介石的部隊 代表盟軍來到台灣 接受日本軍的投降 把他們繳械 還有代表盟軍來佔領台灣 這是中華民國的部隊 蔣介石的部隊來台灣 然後到1949年底的時候 中華民國他們國共內戰 內戰 他大敗退 結果他們是 本來是難民 可是他是特別是 他有武裝的 他是武裝難民 他非法入侵來台灣 上面這個是合法 接受盟軍的命令來的 可是後面這一個 他是非法入侵 OK 因為那時候 美國有跟 他們發現 中華民國國共內戰要敗了 他發表 美國對華白鼻書 美國對華白鼻書 等於白鼻書就是放棄中華民國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美國也有通知中華民國說 你可以從南京遷都到廣州 但是不可以到台灣來 因為台灣不是他的領土 可是 後來因為 戰局的關係 有很多 中華民國的部隊 還有他們的一些百姓 就 跑 沒有地方跑 所以就都跑來台灣 那時候 美國是 等於說 一到人道主義 睜一隻眼 逼一隻眼 讓他到台灣來 OK 所以我們秘書長才去告他 在2006年的10月24號 他去告美國 就是因為台灣 他用人權的議題去告美國 因為台灣 這68年來 在中華民國流行政府的管轄治理下 尤其是馬英九 管得這樣 不得不及 而且把蔣介石在1947年 2月28號 那是228事件 把日本政府花了50年 才訓練出來的台灣菁英 大概有3萬人 有計畫的屠殺 注意說 他是有計畫的屠殺 OK 那我們秘書長告 那個 美國 美國的聯邦地方法案 有判定 本土台灣人 the people of Taiwan 沒有國籍 我們台灣人沒有國籍 那個 本土台灣人的定義是說 在1945年的9月2號 就是麥克阿斯發布 第一號命令 那個時間點 那時候 住在台灣的台灣人 就是我們的 爸爸媽媽 阿公阿媽那一輩的人 包括他的後衣 都叫做本土台灣人 因為那個時候 中國人還沒有來台灣 所以那時候 住在台灣人 都是本土台灣人 OK OK 好 那我們 又上述 到美國的聯邦高等法院 他在2009年的4月7號 他判決台灣人 沒有國際承認的政府 台灣的人民生活在政治煉獄當中 這是美國高等法院 聯邦高等法院判的 的判禮 到了2009年的7月8號 我們又告到聯邦的最高法院 受理我們這個案子 他的案號是這個 這是我們台灣本土 台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首次向美國 日本太平洋戰爭的征服者 美國的聯邦最高法院 依照國際法 國際戰爭法 還有舊金山和平條約 還有美國的憲法 我們提出告訴 這從來沒有說 可以告美國告到最高法院 OK 結果在8月6號 本案的被告 美國政府的代表 國務院他宣布 放棄康辯權 這個很有意思 因為到最高法院 後面沒得推了 地方法院可以侵犯 台灣人無國籍 然後可以上注到高等法院 然後來到最高法院的時候 後面沒得推了 所以美國的國務院 他們緊張了 因為如果說繼續在最高法院 在辯論庭上這樣辯論的時候 會把美國國務院 美國的行政部門 他對台灣的一些 齁齒的不法的事情 會被我們秘書長他們掀開來 那美國會很沒有面子 所以他趕快放棄抗辯權 就是這個 從美國的法律來解釋說 被告美國政府放棄抗辯權 表示原告 就是權利本主台灣人 在原告 對美國政府所提出的告訴 所有的敘述 還有法理見解 權署正確 國務院全部承認 所以聯邦最高法院 就最後宣布 擱置本案代審 因為等於說也要讓美國行政部門 有時間準備 將來要怎麼配合我們台灣民政府 所以 因為有這個告訴以後 在代審的時間 美國就 美國的 他這個聯邦法院說明說 美國政府對本主台灣人 60多年來的諸多刑事 不再抗辯 表示全部承認 法院要求今後 美國政府要依法正確刑事 這個依法就是要依照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規定來刑事 台灣的生死門就在舊金山和約 不是台灣關係法 就像合約所稱的本土台灣人 叫做The People of Taiwan 就是1945年9月2號 還住在台灣的這些本土台灣人 但是到了台灣關係法 就是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以後 美國參眾議員高票通過 那個台灣關係法 那個台灣關係法 是保護The People on Taiwan 只要你住在台灣上面的這些人 不管你是本土台灣人 或者流亡的武裝難民 都被台灣關係法所保護到 所以我們是 我們秘書長意思說要回到歷史原點 回到舊金山和平條約這個原點 才是只有單獨保護到我們本土台灣人 那些中華民國的難民 他應該要回去金門馬祖他們的國土 OK 那麼在我們秘書長林資生 控告美國的案件中 被告的律師 就是國務院派出來的這個律師 叫做Patterson 他在聯邦法院有答辯說 美國沒有台灣的法理主權 他說對了 雖然他沒有法理主權 那麼這個法理主權在寫手上 就是在日本天王手上 但是他雖然沒有法理主權 他對台灣有管轄治理權 就好比說 你自己有一塊地 你如果租給人家 你收了錢跟人家簽了合約 從簽合約全付完以後 你就放棄你對那塊土地的 地上管理權 就是管轄治理權 可是那個所有權狀還是你的名字 沒有變更 所以你只有那個所有權 所有權等於說主權 那你只能放 我們日本天王就是放棄管轄治理權 因為他戰敗 在舊金山合約規定 放棄台灣跟澎湖的管轄治理權 好 那麼我們來回到 1945年的4月1號 日本天王他下招書 把大日本帝國的憲法施行在台灣 這是招書 從1937年開始 台灣實施日本的華民化 這個內地一同 就是我們台灣的十一住行文化 穿著都是學日本 講日本話 就是那時候有推行國語家庭 就是學日本 你只要講日本話 改日本名字 你都可以收到一些優待 而且在1945年4月1號 這個大日本帝國現晚實施以後 就可以在台灣爭兵 那這個爭兵就是有主權的象徵 也等於說我們台灣人當兵 就有效忠的對象 效忠日本天王 而且那時候也有參政權 你爭兵你才可以 你當兵你才有參戰權 因為你要參戰 你要有效忠的對象 而且這個參政權就是說 我們台灣人可以派三個參議員 五個中議員到日本東京的國會 去參與參政 那從1945年4月1號開始 日本大帝國憲法實施 台灣變成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個就如同大清帝國 對遼東半島一樣 馬關條約在簽的時候 那時候連遼東半島 都有割讓給日本 但是因為有三國干涉 就是蘇聯 還有法國 德國 他們三國反對 說這個遼東半島是大清帝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割讓出去 所以日本政府又跟大清帝國 又簽了一個遼南返還條約 然後把遼東半島又還給大清帝國 但是你不割低的話 你就要賠款 所以大清帝國又把三千萬兩 那個白銀又交給 賠償給日本 所以不割地就賠款 OK 好 蔣介石他只是代理美軍 來佔領台灣 這是國際委任的關係 這個可以從杜勒斯跟吉田茂的會談紀錄 那時候他們在談舊金山合約的草擬 草約之前所談的 那邊可以看得到 好 那我們來檢討 為什麼日本的東京的禁國神社裡面 還供奉著三萬九千一百位台灣的英靈 這些大部分都是高砂族的同胞 因為他們那時候非常英勇善戰 去參加那個太平洋戰爭 包括我們從高坪地區的機場 飛到那個美國的菲律賓的克拉克空軍基地 去把那時候 麥克拉斯在菲律賓當總司令 把那時候的克拉克空軍的那個飛機 都打壞掉了 那麼取得制空權 拿到制空權就可以拿到制海權 所以菲律賓大概只有三個多月的時間 就被日軍整個攻陷 那麼在陸戰的部分 就是我們高砂族的義勇軍 他去參加那個菲律賓的戰役的時候 屢見奇攻 因為我們的高砂原住民 他是最優秀的叢林游擊戰的那個專家 他們來呼應去無中 都沒有穿的 只有帶一把翻刀 都沒有聲 所以美軍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所以他們看到那頂結束 這是謀貴的那種 這樣一個王爺來就要死人了 所以這些人很英勇善戰 他們在叢林不用扎糧食 美軍如果沒有貨錢補給 他們就沒有辦法作戰 他們都就地取材 他們都知道山上有什麼東西 植物可以吃 要怎麼做陷阱來吃 所以他們都不用帶什麼糧草 所以很厲害 日本人就配合到 所以就是因為我們這些英勇的高砂族 把台灣的地位提升 給日本人配合 你如果沒有做到比日本人更厲害 日本人他不會服你 他們就非常服這些 我們這個高砂族的這些菁 那個叢林戰的菁英 那個全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南太平洋 這些叢林戰 都是我們高砂族育勇軍在打先鋒 而且還幫日本兵 有時候那個糧草來不及運輸到達 他們就用他們本身在台灣的叢林的這些求生能力 來找食物供應那些日本兵吃啊 自己還餓肚子 所以日本人會非常疼惜這些高砂族育勇軍就是這樣來 所以他們在戰後把這些替日本天皇戰死的 我們台灣的這些高砂的英靈 都供奉在日本的靖國神社 這個就是我們去年跟前年都有去日本的東京的靖國神社 去擊敗我們台灣的這些英靈 我們這邊拍照的留念 好 那我們再來看台灣祖先第一個 這個馬關條約就是下關條約 它上面 以前我們讀歷屬的書 它只有說馬關條約 它沒有讓我們了解內文是什麼 我們今天來看它的內文 內文是說 是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即大日本帝國天皇陛下 未訂定合約 這是兩個國的 兩個帝國的一個天皇一個皇帝 他們簽訂了合約 那從剛剛看你就可以知道 簽訂合約的主人 是把台灣跟澎湖的土地 是交給日本的天皇 所以台灣這個土地是日本天皇的 但是天皇不可能親自出面 所以大清帝國它是派李鴻章 那大日本帝國它是派總理 伊藤博文 出面去簽這個下關條約 OK 好 那麼馬關條約的內文的第二款 大清帝國將管理下該地方之權 並將該地方所有的堡壘 軍器工廠 一切屬工的物件 永遠讓於日本 注意 永遠讓於日本 已經交割 讓於日本就沒有再還了 已經是永久讓於了 你到現在從來還沒有一個文件 把台灣跟澎湖重新交出去 或者交給哪一個國家都沒有 到現在沒有這個文件 那麼第二項就是 包括台灣全島 以及台灣島所附屬的各島嶺 附屬的各島嶺 這個當然就包括間隔群島 就是釣魚台 好 還有澎湖淚島 它這個有經緯度 在這個經緯度之間的各諸島嶺 都永遠讓於日本 OK 好 馬關條約的第三款 全款所在今年後本約是地域圖 所畫的疆界 這個在本約批准付換之後 兩國要派兩個官員以上 共同劃定疆界 就地踏竿確定化界 你看 我們民間的土地買賣 一定要請地政事務所派員來 測量 定樁 定地界 然後定樁 還有雙方 買賣雙方要簽名 才算完成 對不對 你看一個國家的土地要割讓 它也要派官員 還要劃定疆界 還要就地踏勘 而且還要有國際合約 這是根據馬關條約 這是兩個國家所簽的國際合約 一定要有合約 OK 好 日本 批准 在兩 這個 互換條約 兩年之內 日本准 大京帝國讓於地方 就是台灣 澎湖 如果 願圈基 讓於地之外 你可以 把你所有的 產業都變賣 退去 結果就是離開台灣 澎湖 但是這 滿兩年以後 如果沒有 遷徙者 著移 視為日本臣民 著移就是暫時把你 當作日本的臣民 來管理 可是還不是日本臣民喔 他只是暫時 就好像 馬英九跟我們高超族說 我把你們當人看 就意思說 不把你們當人看 好 那我們來檢討 有關台灣地位的國際條約 法律 宣言 他們的位階來做一個比較 第一個 比較高階的這兩個 這是國際條約 馬關條約 這是日本跟大清帝國簽的條約 再來是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是有51個國家簽署 但是他們要簽署完以後 這個文件要送回他們 自己國家的國位 要通過 結果有48個國家有通過 這個是 更高階的一個 台灣地位的 這個 目前是定在這個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 台北合約 就是中華民國 在舊金山和約生效以後 美國要求日本要跟中華民國簽一個日華條約 也稱台北合約 但是它是以舊金山和約做母約 可是這個日華合約已經在1972年失效 為什麼 因為日本在1972年的時候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跟中華民國斷交 斷交以後 這個日華台北合約就失效了 OK 好 再來就是 衛接更接的 美國台灣關係法 這是美國國內法 這只是美國單方面定的台灣關係法 是美國的國內法 還有 衛接最低的就是開樓謊言 這是騙人的 中華民國 蔣介石他們 就是用開樓謊言來騙說 依據開樓謊言 台灣跟澎湖已經回歸中華民國這個祖國 其實它只是一個新聞公報 這個沒有人牽制 OK 可是 美國人他是比較君子 他只要有說出去 就算 可是他真正想實施的時候才發現 台灣跟澎湖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也割讓不出去了 也沒有辦法把它割讓給中華民國 所以 最後只能要求日本政府放棄台灣跟澎湖 然後放棄以後沒有說要交給誰 OK 好 所以我們從這裡上 可以做一些小節 就是 台灣真正的國際地位就是 日本天皇所屬 美國軍事佔領 委託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在帶領美軍佔領 OK 好 那麼 我們來看 很多人說 美國軍事佔領台灣 哪有啊 我沒有看到美軍啊 好 那我們來看 到底美國 他來軍事佔領台灣 他是依照哪一些法理的依據 還有哪一些跡象 我們來探討看看 OK 好 法理就是 美軍是依照 麥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號 那麼 這個是美國參謀聯席會議所擬定的 然後在1945年的8月17號 由杜魯門總統來核准 然後授權給麥克阿瑟將軍 在1945年9月2號 對日本的投降日來發布 那就是在那個 東京灣的那個 密蘇里建上面 有沒有 然後他命令蔣介石代表盲軍 接受在台日軍的投降 把日軍的武器來繳械 好 你注意 他是用命令 為什麼用命令 因為那個時候 麥克阿瑟將軍他是盲軍的統帥 那麼蔣介石他只是 中國戰區的元帥 位階不一樣 比麥克阿瑟低 所以 麥克阿瑟發布一般命令 命令蔣介石代表盲軍 來 佔領台灣 OK 好 這是因為 美國是日本台灣的徵務者 他才有權力來分配盲軍的佔領區 你 什麼哪一些國家 去佔領哪一些地方 這是美國在分配的 為什麼 好比說 北緯38度以北 包括中國的東北山城 這些日本的部隊 要向遠東區的蘇聯 蘇聯遠東區的總司令來投降 然後北緯16度以北 就是北越 包括台灣跟澎湖 是向盟軍的中國戰區的總司令蔣介石投降 這是因為美國他是主要佔領全國 他是日本台灣的徵服者 所以他才有權力分配哪一些國家去佔領哪一些地方 OK 好 再來我們來看舊金安合約 他在1952年的4月28號來生效 那麼第二條的B 他只規定日本政府放棄台灣跟澎湖 只是放棄地上的管轄權 就是台灣的治理權 他放棄 就是日本政府不能再派總督或者是管理者來台灣 治理管轄台灣 這個權力被美國剝奪 然後是美國委託中華民國 好 第二十三條一 確認美國是對日本為主要佔領全國的新聞 日本當然是包括日暑的台灣 好 那麼對日和約的擬定 還有跟五十一個同盟國來協商 這都是杜勒斯在主導 這個以及分配 這個杜勒斯是美國總統他所聘任的 這個杜勒斯後來做到美國的國務卿 所以你看 都是美國在主導 還有在分配 那是因為他是 戰勝國 好 我們再來 我們來看台灣關係法 他是1949年 1979年的4月10號 參眾議員高票通過 然後他追溯到1979年的1月1號生效 為什麼 因為1979年的1月1號 他已經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然後跟中華民國斷交 那麼中華民國以前 他在治理台灣的那個 依法是依那個美國 麥克拉斯將軍的第一號命令來的 然後 這中間你看 斷交以後一直到這一天 然後空了三個多月 這是空窗期 所以他一定要回溯 追溯到1月1號 把麥克拉斯的命令 你銜接起來 這個台灣關係法 等於是在替代 那個麥克拉斯的第一號命令 好 然後它是美國的國內法 這是美國依照 舊軍戰和平條約 它才有這個權利跟義務來定立 我們從來沒有聽過 有英國台灣關係法 或者是法國台灣關係法 對不對 好 那麼台灣關係法裡面的第二條 B-6還有C規定 維持美國的能力 這個能力包括軍事能力 以保護台灣人民的安全 及人權還有經濟制度的穩定 這是美國台灣關係法裡面規定 美國要有保持這個實力來保護台灣 這是美國 它是主要佔領全國的權利跟義務 我們被佔領 它就有義務要保護我們台灣這個地方 不要再被其他的國家來侵略或者佔領 好 我們來看1996年台灣海峽的台海危機 那時候李登輝跟民進黨的平民民 在選第一次人民直選總統 1996年 然後李登輝他在提倡兩國論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很生氣 他就發動那個飛彈演習 說要再把那個飛彈射到基隆港外海 還有高雄港外海 就是那個地方在演習 然後美國他擔心插槍走火 所以他們很快就派兩艘航空母艦戰鬥軍 一個叫小英號 一個是尼敏茲號 來台灣介護台灣 一個在北台灣的海域 一個在南台灣海域 OK 那麼 這是美國柯林鎮總統 他根據台灣關係法 才有權力來派兵 OK 剛剛我們講說 台灣的安全 人民的生命財產 還有經濟制度的穩定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高雄港跟基隆港等於說 封鎖 海上封鎖 這會影響到我們台灣的進出口的貿易 就會影響台灣的經濟制度的穩定 所以他馬上派航空母艦戰鬥軍到台灣來介護 好 我們再來看1982年 美國雷根總統對台六項保證 這是因為那時候美國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簽 八一期公報之前 因為那時候造成人心惶惶 因為中華民國非常擔心 這個是不是中華民國又要被出賣了 他是不是要放棄台灣了 怕在八一期公報裡面不知道要簽什麼 來傷害到中華民國對台灣的管轄治理權 所以他蔣經國那時候就要求外交部的人員跟美國反應 說你要來發布一些文宣廣告 來安頓中華民國 包括台灣人的民心 因為那時候很多人都一直在辦移民 怕台灣會被中華人民國佔領 所以雷根就提出這六項保證 我們來看他說哪些 第一個就是說 美國無意對台灣的軍售設下截止日期 第二個美國不會就對台灣的軍售的議題 來事先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諮商 美國不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壓力下 停止對台灣的軍售 美國不會修改台灣關係法 美國無意扮演台海兩岸的仲介者 美國不會施壓破 使台灣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來展開談判 這裡一直講台灣台灣 因為自從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以後 美國規定所有的駐外使館的人員 不能再稱中華民國 因為這個國家已經滅亡了 在1949年就滅亡了 然後美國已經跟他斷交了 所以他們就定個台灣關係法 所有的通通說講台灣 就不可以再稱中華民國 OK 好 第六個 美國不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台灣有主權的主張 中華民國一直說台灣是屬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說台灣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但是自從我們告美國 美國宣判以後 他們現在已經知道 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了 所以他們現在說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核心利益 包括尖閣群島他也講 尖閣群島釣魚台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核心利益 然後南海也是 他現在都不再講 什麼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了 然後我們從沒有聽說 其他國家對台灣有任何的保證或者承諾 只有美國他要對台灣有保證 那就表示我們台灣一定跟美國有相當特殊的關係 就是我們是被美國佔領的一塊土地 只是他委託中華民國來代管 OK 好 那麼 2004年的10月25號 美國前國務卿巴威爾 這個就是以前那個 伊拉克戰爭的時候的那個將軍 指揮官 他回來做到國務卿 他10月25號被記者問到說 台灣到底是什麼地位 他說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也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不享有國家主權 這是美國佔領爾前國務卿講的 好 因為台灣是美國境外的國內 那麼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內法 美國對台灣有管轄自履權 現在由台灣自履當局代理中 這個台灣自履當局 其實等於就是在說這個 流亡中華民國的政權 但是因為他已經都不能說中華民國 所以只能說台灣自履當局 好 這個境外的國內 聽起來怪怪的 他們在美國本土 他把台灣當是境外 可是他又用了一個台灣關係法 這個美國國內法來管 所以我只好用境外的國內來形容 好 這個還要講一下說 這個 好 我直接講這個 美國他是一個常勁人 他都躲在後面 其實他把中華民國當那個不偶 在玩弄 台灣當局在選流亡中華民國總統 包括梁蔣還有李登輝 阿扁還有馬英九 他們都要看美國的臉色 美國對台灣當局說三道四 什麼都美國說的才算數 OK 好 為什麼呢 那我們來看2000年的時候 年的時候 5月20號 那個2000年的阿扁選上總統 他就職 阿扁的那個就職文告 他說事不亦沒有 他是受到美國的操控跟指導 他那個文告 他要演講之前 他要先送給美國看 美國看了沒有問題才可以講 所以美國就指導他 你要講事不亦沒有 其實我們那時候 我還是獨派的 我們非常期待 阿扁就職演說 能夠把台灣的願景 他想把我們台灣帶到一個 什麼理想的境界 我們都非常期待 結果他一講這個事不亦沒有 我們這些獨派的都倒閃 我有夠失望 我們來看他到底是說什麼 OK 我們來看他到底說什麼 第一個他說不宣布台灣獨立 這我們獨派的聽到這一句就反彈了 好 兩國論不入線 李登輝在提倡了兩國論 阿扁也說他不入線 OK 好 不舉行統獨公投 OK 然後不變更國號 OK 沒有什麼 沒有會統一綱領還有國統會的問題 你看這個都 不不不不 我們選了一個會放屁的總統 全世界新當選的總統 他一上台一定發表他的願景 他要把這個國家帶到如何如何的理想的境界 就只有我們這個宣布 不不不不 什麼都不做 那我們選他幹嘛 OK 那這就是因為 他是受到美國的限制 那為什麼不可以舉行統獨公投 這句話我們來看 公投本身 你有沒有一個讓美國啦 或者日本天皇有沒有授權 可以讓你去公投 統獨公投 因為為什麼 台灣這一塊土地 是有主人的 有所有權壯的人是日本天皇 然後因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 他把美國的一些飛機打下來 美國的航空母艦用神風特攻隊把它炸成 死了很多美國大兵 這個戰爭在 你日本政府還沒有還清啊 所以我們台灣還在承受這個戰爭在 那麼台灣這一塊土地 就是抵押在美國手中 所以它的管轄自履權是在美國的手中 就好比說 我們把我們自己的一塊地去跟銀行借款 銀行是我們的債權人 所有權壯的名字還是我們 沒錯 所以這一塊土地有兩個主人 一個是擁有所有權壯的日本天皇 然後是一個債權人是美國 你都不管日本跟美國 然後你就要把他公投說 我們來公投台灣是變成我們的 可以嗎 OK 所以 美國另外一個不讓我們舉行統獨公投就是說 你如果把2008年還有去年的2012年的 中華民國流亡總統的大選 你把他當作統獨公投 我們台灣人輸耶 台灣人是選連次選一兩次都要選統一的馬英九耶 那外國人在看說 是你們喜歡跟中國統一嗎 你們希望被中國管嗎 所以如果中國來併吞台灣的時候 其他國家 他根據民主的經驗法則 他要尊重你們台灣人民的選擇 因為民主法治是普世價值 所以他不能出兵來干涉你們 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併 所以美國才擔心 你 在還沒有準備 你看20000那時候就 美國就擔心了 結果沒有錯啊 我們2008年輸啊 去年也輸啊 去年雖然小英那些三隻小豬 氣勢非常的旺盛 可是 我們秘書長在前15天 就在我們後面的停車場那邊就宣布 因為美國跟他講 小英會輸馬英九80萬票 當時我們秘書長要宣布的時候 他也怕怕的 到底真的還是假的 結果14天後見真章真的 輸了79萬多票嘛 輸了8千票 那是非常準確的分析跟預測 這個委任占領的授權書 就是我們 1979年之前 美國還承認流亡中華民國 那時候還沒有斷交 但是 1979年的EA號跟中華民國斷交以後 美國制定台灣關係法 來代替麥克阿瑟的一般命令 其本職為代理美國軍事占領的授權書 而且改稱台灣治理當地 不能再稱中華民國 可是中華民國還是流亡政府 還是繼續在統治台灣 李登輝還有陳水扁總統 他也是喔 他只是台灣治理當局 好 2008年初 那時候馬英九已經選上流亡政府的總統 那時候阿扁還沒有下任 他在玉山的4號政經兵推 阿扁總統邀請馬英九 去參加這個政經兵推 可是馬英九拒絕 可是AIT 就是美國在來協會的處長楊舒立 還有美國的軍官 卻已經坐雲豹的裝甲車 進入橫山指揮所來觀察 橫山指揮所 是我們最高階的一個指揮所 為什麼 美軍的關聯可以進去 一個國家的最高階的指揮所 他在政經兵推 為什麼可以讓其他的國家進去 如果不是美國是頂頭上司 怎麼可能是這樣的 所以從這邊我們這些跡象 我們就可以看說 美國真的是在軍事佔領台灣 好 被美國下令突銷 中華民國國會的各式的軍事武器 為什麼一個國家的軍事武器 會被另外一個國家下令把他塗銷 來我們來看 這是去年的4月 漢光28號眼睛 你看他的戰車 本來這裡還依稀可以看到 以前的那個國友 朝連白的國友 依稀還可以看到 好 這個都還依稀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都被塗掉了 好 這是因為美國他的國務院 有指出恐怖組織的三個要件 第一個 他不是一個國家 第二個 不是一個國家 可是他擁有武器 第三個 他在當地徵兵 好我們來看 賓拉登他不是一個國家 賓拉登他擁有很多武器 他利用他的回教的教育 在當地來慫恿人 來參加他的開打組織 謝謝 好 結果 中華民國來看看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他擁有武器 這些武器又是美國賣給他的 而且是我們台灣人繳的稅金 而且中華民國 他在我們這個地方 把我們台灣人爭取當兵 中華民國他是佔領軍 一樣是佔領 美國去佔領琉球群島的時候 美國有叫琉球人去當美軍嗎 沒有啊 為什麼中華民國來佔領台灣 他叫我們台灣人去當中華民國部隊 照講是他本身 你來台灣的這些部隊 你要自己來管轄 治理 防衛這個地方 然後再叫我們去當兵 好 美國去佔領伊拉克 美國有叫伊拉克人去當兵嗎 那你發武器給那些伊拉克人民 他反過來把你指揮官打死了 所以這個是不合戰爭法的邏輯 可是他就是在台灣正兵 所以我們秘書長告他以後說 你自己講的恐怖組織三條件 中華民國多多複合 而且那些武器又是你賣給他了 我們美國警覺到了 所以就下令 我剛剛這個 就叫他們把這些國灰都塗掉 然後我們台澎金馬加入WTO 是在美國的協助 才用獨立分離關稅的領域的名義才加入的 獨立分離關稅領域的意思就是 軍事占領區的意思 我們是在美國的協助下才可以參加WTO 這個WTO獨立關稅領域就是因為 這個地區是被占領 所以要用獨立關稅領域來加入 阿扁要卸任之前射飛彈引起美國關切 這是國防新聞週刊所報導 前總統陳水扁在卸任前的一兩個月 曾下令試射一枚中程飛彈 但立即引起美方的關切 美國派一名國務院的官員來台灣 向國防部查證 那時候是阿扁那個 不是 這個是從阿扁的時候就開始研發的 到2011年那時候才發布有這些消息 那時候阿扁還在當總統 那時候國防部長是蔡明憲 他說美方對台灣試射飛彈感到關切 一名美國國務院的資政官員 隔週就到他的辦公室問他有沒有試射飛彈 他說有 但只是試射而已 還沒有生的 他同時向美方保證 台灣的飛彈只是用來防衛而不是攻擊 你如果只是防衛那就這樣 可以這樣嚇到 所有的差不多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沿海的都市都可以 打到的地方 OK 你看我們還要向美國保證台灣的飛彈 只是用來防衛 從這裡就可以發現 我們很多事情都被美國控制 我們來看 說到美國軍事管制武器發展的國家有 韓國 日本 台灣 這三個國家都是美國軍事占領區 韓國跟日本是美軍直接占領 台灣是委託中華民國占領 好 我們來看 美國管制的內容有哪一些 第一個 飛彈的射程 你看剛剛試射中程飛彈 美國就關切 這個韓國 美國原來規定它 它的飛彈的射程只能300公里 一直到去年 美國才核准韓國 它的飛彈可以射程 射到800公里 他說 你的飛彈的裝置的那個 彈料容量如果超過500公斤的話 那你只能500公里 然後你如果輕一點 如果300公斤 然後你可以做到800公里 OK 這是 你看這個飛彈的射程 台灣 日本 韓國 都要受到美國的控制 還有 核武器的研製 有沒有 你看那個 蔣經國還在位的時候 他就在密發展核子武器 他在那個 桃園龍潭 那個中科院 核武器 在秘密發展核武器 結果那個 那時候的 核武器的副所長 張建毅 他是被美國CIA所吸收的人員 在核武快要成功之前 他就把這些資料 交給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人員 所以 他就 等於說叛逃 叛獎金 對 就是叛逃到美國去 在美國安排一下 他 逃到美國去 然後 美國就派 一些原子能委員會的人 來台灣 把那一些 核武器的研發的設備 都拆除掉 從這邊你看 他為什麼 可以來台灣 把蔣經國的這些 核武的設施 儀器 設備都拆走 他為什麼不去拆 北韓的那些儀器設備 或者去拆 伊朗的核武的設施 就是因為台灣是 在那管轄範圍內 北韓跟伊朗都不是 OK 還有台灣 台灣 韓國 日本 他的 暫時的軍事指揮權 都是在美國的手中 台灣的三軍 中華民國所謂的 他們的國軍 他們三軍 陸海空三軍的 那個 暫時的 作戰的時候 的那個指揮權 是在美軍太平洋總司令部的手上 那麼韓國呢 韓國平常 他們指揮官是韓國籍的 副指揮官是 那個美軍 美國級 但是如果 南北韓戰爭的時候 是副指揮官 起來領導 來指揮 平常就沒事 就讓你們韓國人當指揮官 OK 好 我們從這邊來小結 美國它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它一切都是依法來行事 美國總統它是受國會 還有法院的監督 他不敢違法 所以 國際社會都了解台灣真實的地位 就是日暑美戰 只有我們台灣人 被國民黨蒙在鼓裡 他用育民交易 來 教育台灣人 說我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所以我們都被騙了 以上的總統跡象 是美國一直在管轄治理台灣當中 美軍從來沒有離開台灣 一直在佔領中 其實美軍在很多重要的基地裡面 他們都是穿便服 好比說 我們最近完成的 樂山雷達基地 那個 花了400多億的台幣 是我們台灣人繳稅金 然後讓中華民國去跟美國 要求設置這個雷達戰 結果裡面的控制人員 通通是美國人 內衛都是美國人在防守 中華民國的部隊只是在外圍 在防守 而且它裡面的資訊 雷達可以涵蓋大部分 中國地區的軍事的武器 他們飛彈或者是飛機起降 都可以監測到 就是可以監測到 到新疆那邊去 所以那些最新最好的雷達 就設在台灣 好我們來參考各國 自治建國模式來探討 古巴 它是 建國模式 它是 在美西 1989年他們戰爭 然後西班牙戰敗 在1998年的 12月10號 簽訂巴黎合約 西班牙放棄古巴 這跟台灣很類似 然後各浪菲律賓 波多黎克關島給美國 好 那美國協助古巴在1902年的5月20號 他們獨立建國成功 這隻比較大隻喔 這隻比較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看 台灣跟古巴的境遇來做一個比較 他們都是因為合約被放棄 可是古巴獨立成功 台灣到現在地位未定 這是因為古巴它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只有殖民地才可以獨立建國 那麼台灣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不可能獨立或者建國都不可以 因為台灣本來就是有主人的啊 好 那麼我們來檢討菲律賓的建國模式 這一樣是 因為巴黎合約 從西班牙美國取得菲律賓這個領土 受制於非獨 我們台灣有台獨 菲律賓也有非獨 他們的防鋼軍都打遊擊戰 到處騷擾美軍 美軍就派兵出去追擊 追腳 結果他就 因為菲律賓有兩千多個比較大的島 如果小島加起來四千多個 你這邊打他就跑到那個島 打他就跑到那個島 到處跑 美國頭痛的鑰匙 然後就要求那個反鋼軍的所領來談判 你再讓我管十年 然後我就把制度弄好一點 然後你們才來建國 所以他這十年的自治期以後 美國在1946年讓菲律賓獨立 可是這中間 1941年日軍攻陷馬尼拉 麥克拉瑟跟菲律賓的總統 一同撤退到澳洲去 然後在1945年92號 日本投降以後 美國在1947年的7月4號 他是在美國的協助下獨立建國成功 菲律賓他們在美國的協助下獨立建國成功 你看注意他是在7月4號 美國國慶日 所以菲律賓國慶日也是美國的國慶日 而且很奇怪 美國在2010年的7月4號 也是幫我們在美國華盛頓特區 設立台灣民政府辦事處 掛牌那天也是7月4號 這個意涵很有意思 然後你看 再隔不到兩個月 9月8號 又替我們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的 四季飯店辦成立酒會 這個9月8號是什麼日子呢 就是舊金山合約簽署的日子 美國在選這些日子都很有意涵 好 我們來看立陶宛的建國模式 立陶宛他是在第二次世界上 因為他正好在蘇聯的西南邊的邊界 所以二戰結束他們馬上被併吞 可是立陶宛他們民間議會 在1990年的3月10號宣佈獨立 可是國際社會都在觀望 因為你這個獨立是真的還是假的 還在觀望 可是立陶宛的國民他們抵制那時候 蘇聯軍政府所舉辦的選舉 他們自覺到說他們的國家是被併吞了 所以他們不再參加軍政府所舉辦的選舉 所以那是投票率第一百分之三十 所以國際就不承認 蘇聯合法統治立陶宛的這個合法性 所以後來1991年9月6號 那個立陶宛他們民間自己辦投票 完成獨立 蘇聯勘任之後大勢已去 所以蘇聯只好率先成論 所以我們立陶宛他們抵制選舉的意思 就好比我們去年 我們也在抵制流亡中華民國在選 那個2012年的那個中華民國流亡政府這個選舉 意思是一樣 我們單單來看這個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選舉 如果我們自己承認自己不是中國人 那我們就不應該拿著中華民國那個身份證 到投票所去領選票 你只要拿那個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你去投票所領那個票的意思是什麼 是你自己承認你是中國人 好 你去領票 在自由意識下你去選了統派的馬英九 因為他投票的結果是 他得到696萬票 689萬票 是吧 那麼 這是你們台灣人 自己願意當中國人 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所以才去參加中華民國的選舉 然後去選一個統派的總統 準備把台灣出賣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好 我們來看 土伯 達賴喇嘛 逃亡到印度的北方一個 在那個那時候的印度的總理尼赫魯 他同意讓達賴喇嘛 在那邊租了一個大概29平方公里的地方 要跟印度租喔 要他同意 然後要他租 要花錢跟印度政府租 你看去年 圖柏他們在選他們的領導人的時候 圖柏這個流氓政府 他有沒有叫印度人來陪他們選圖柏的總理 沒有啊 為什麼流氓政府的中華民國來台灣 要叫我們本地的台灣人來陪他選舉 這不合國際法 所以我們是被騙的 被騙說我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那這個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我另外一個講法說 你如果講這樣 你是人也是猴子 這個 好 那我們來講這個流氓返還的模式 1952年的2月29號 流氓民政府在美國軍政府的協助下成立 然後他們也有行政立法司法這三權 那為什麼要成立民政府 就好比說我們台灣為什麼要成立台灣民政府 這是根據國際戰爭法 你一個軍事佔領者 你一個佔領了一個地區以後 你要第一個先成立軍事政府 然後軍事政府下面要成立一個民政府 當地的民政府 因為美國去佔領琉球以後 琉球的美軍他們都講英文 然後日本人都講日文 溝通不良 所以你如果用軍政府直接管轄 很容易發生誤會 而起爭執或者殺戮 所以美國的軍政府就要求一些比較親美的人士的士生 來組成一個琉球民政府 由琉球的士生自己來管他們琉球的人 這樣語言上也比較好溝通 對不對 而且美國你看他講英文 然後那個美國人開車他是開右邊的 架子坐在左邊 那日本人他是架子坐在右邊 開車開左邊 你光這個就會經常起糾紛 所以一定要成立一個民政府來管轄自己的人民 這樣比較好管 OK 好 1948年到1958年這十年間 他們是用了美軍的B型軍票 這個是B字 然後到1958年以後才改成美軍 但是1972年緩緩以前 劉球人他去日本的本土 就是那四個大島 要用美國 劉球民政府所發行的旅行證件 就是這個 劉球列島 美國民政府他們發行的旅行證明書 因為劉球那個時候 跟日本本土來講 他是境外 所以你等於是 要去日本是等於說出國 所以一定要 因為劉球它不是一個國家 不能發護照 所以 只能美軍來發行這個 劉球列島的旅行證明書 這個就是我們目前在要求 美國軍事政府 你要發給我們本土台灣人 旅行證件 因為我們是台灣人 日本的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所以我們不要拿 中華民國的護照 而且中華民國現在發護照也不對 因為他已經不是一個國家 不是一個國家 不可以發行護照 這就是我們將來 Triple Document 這是美國的範本 美國國土安全部的一個樣式 我們以後也是類似這種東西 那麼1971年的6月17號 美國跟日本簽訂劉球返還協定 為什麼會簽這個 當初到1970年代的時候 日本的經濟已經比較發達 政府也比較有錢 所以他跟美國政府要求 他說我要花多少代價 你才要把琉球群島還給我 美國跟他開價3億2000萬美金 所以日本政府把這條錢交給了美國以後 他們就簽訂一個琉球返還協定 然後在1972年的5月15號 尼克森政府把琉球返還給日本 這是屬南亞道 大家要注意喔 他們沒有辦公投 這是用協定返還協定 簽好了就簽交了 然後再規定了一個時間 1972年的5月15號就交還給日本 然後美國也把尖閣諸島一起併在琉球返還給日本 這就是美國兩個月前所說的 尖閣諸島的管轄自旅權 是在日本政府手中 是在琉球的手中 琉球又屬日本 所以堅閣諸島是合乎 美日安保條約保護的範圍裡面 因為只要是日本行政管轄的地區 都受美日安保條約所保護 在這68年來 我們都在中國國民黨的教育下 的育民政策下 我們許多台灣人被教育成中國人 認同中國 這就是為什麼 台灣人佔85%以上的台灣 本土台灣人 在選舉的時候 大選的時候 竟然會選出不到15%的 中國難民 就是有一半 比如說300萬是中國人 其他的2000萬的本土台灣人 有一半有1000萬的人 是投給 是認為他是中國人 所以他會投票給中國黨的馬英九 所以1300萬對1000萬 我們永遠都會輸就是這樣 OK 好 你看 如果2008跟2012年 我們把這兩次的流亡總統大選 來當作統獨公投 這個會變成統派的台灣 然後再被中國合法併吞 這個在國際法上是合法的 因為是你們自己公投的嘛 可能的 到時候每日很難插手來干涉 台灣人將淪入勇士浩劫 OK 好 如果台灣獨立建國 我說如果 要擔任什麼責任 還有什麼義務 還有什麼風險 我們來看看 好 第一個台灣人必須納稅 還要扶兵力來把衛台灣 自己還要去買武器 你光製造兵沒有武器也不行 所以還要智慧去買武器 但是在還沒有加入聯合國之前 我們要自力防止中國的武力併吞 其他國家沒有法理跟義務出兵干涉 這個我們可以用東地文獨立建國來當個例子 好 這個就是東地文 它跟我們台灣一樣 旁邊有一個流氓國家叫做印度尼西亞 就是印尼 OK 好 東地文在1975年的11月28號 從葡萄牙獨立 成立東地文的民主共和國 可是在還沒來得及加入聯合國 在九天之後就馬上被印尼入侵 並且佔領 然後在1976年的7月 成為印尼的一個省叫做東地文省 然後這之後20年間的統獨抗爭 造成大概10到25萬人的傷亡 OK 好 然後 1999年的8月30號 在聯合國的監督之下 他們舉行了全民公投 當然絕道多次的東地文 投票同印尼獨立建國 可是在公投後同年的9月份 他的下行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 印尼軍又殺了差不多1400人的這個東地文 並且摧毀了東地文大部分的基礎 國家的設施 造成到現在東地文 仍然是全世界最貧窮落後的國家之一 他的大部分的物資都要靠外國援助 這個是我們獨立的 我們要獨立的結果 我們台灣如果宣布獨立 好 還沒有加入聯合國 有可能像東地文一樣 馬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侵 那時候我們沒有 聯合國沒有義務出兵 因為你還不是一個國家 OK 加入聯合國有一個好處就是 可以集體共同防衛 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線之隔 以新墨西哥州跟墨西哥國 這個來做一個比較 好 這個是美國的墨西哥州 下面灰色這個是墨西哥國 這兩個 差幾滴 一個是州 一個是國 可是墨西哥國的人 我們經常要從這個邊界 那個叫做什麼 偷渡 偷渡到美國境內去 那是為什麼 因為兩國的生活水平 自由度 當然是美國最優秀 所以很多墨西哥的人 想盡辦法要偷渡到美國去 到那邊去打工 去賺錢 OK 這邊是被美國軍事佔領 當初是被美軍佔領以後 然後後來成為美國的一州 OK 所以被美國佔領也有好處 他們這些的 原來這裡大部分都是西班牙 那個 講西班牙語系的墨西哥一的人 結果被佔領以後 直接就變成美國管轄 變成美國人 下面這些就想盡辦法要偷渡過去 OK 好 那你看美國跟加拿大這個邊界 他們幾乎是不設防 因為兩國的水準差不多 所以 沒有聽說美國能偷渡到加拿大 也沒有聽說加拿大的人要偷渡到 美國來 OK 好 好 那麼我們來用台灣海峽 一海資格 共軍佔領中國 美軍佔領台灣 來比較 雖然是被中華民國代理 但是在美國的保護壓力之下 我們享有部分的自由民主的生活 所以台灣還比較好 所以你看 那個十年前那一段 有一陣子 中華民國的民航機 經常投奔自由到台灣 還有很多人 中國的你還是 或者那個男人 都從平壇島偷渡 從新竹 南寮 漁港 從那邊偷渡 或者從訪寮 林邊那邊 屏東那邊 登陸 偷渡台灣 就是要來 他們認為台灣比較好 所以一直要偷渡過來 那一樣是被軍事占領 被美國占領還是比較好一點 還好我們是被美國軍事占領 不是被解放軍占領 OK 好 台灣如果在美國軍事政府管家下 就是我們可以免稅 而且免當兵 這個 這兩個台灣人最喜歡 都不喜歡當自己的子弟兵 去當兵 好 而且 台灣的國防還有軍會 是要美國來負責 省下的軍會 我們可以來好好建設台灣 成為東方的瑞士國 這個好的理想家園 OK 好 那我們再來檢討 用台灣入聯 或者中華民國反聯來分析 我們以台灣之名 要申請加入聯合國 這是阿北那時候 當 流行總統的時候 他就發文給聯合國 說要用台灣的名義 要 加入聯合國 就是 不要去跟 中華人民共和國搶那個位置 阿北的意思說 我自己重新做一個桌子 再做一個椅子 我要來做那個新的桌子椅子 我不要去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搶位置 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 好 可是我們要來檢討一下 加入聯合國的資格 是要以國家為基本單位 我們還不是一個國家 包有將軍講的 好 我們還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好 那麼國家 是不是國家 它有認定的標準 我們來看一下 它要有永久的人口 然後要有固定的領土 然後要有政府 然後要有外交權 這是檢驗它是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的標準 好 我們來檢討一下 永久的人口 有啊 台灣人 我們很多台灣國的人說 有啊 我們台灣人都是 都是啊 可是 你不要忘記了 我們是 日本國籍的台灣人 就像日本的北海道人 日本的琉球人 OK 所以 台灣國沒有人口 好 有啊 我們有台灣的領土 有嗎 這塊領土是大日本帝國天皇的領土 所以台灣國也沒有領土 有啊 我們有政府 現在這個政府叫做 中華民國流行政府 不是我們台灣人的政府 所以台灣國也沒有政府 好 有啊 我們有跟23個小國家 有外交啊 你去看 它的那個外交所簽的那個建交公報 都是中華民國外交部出面簽的 不是台灣國外交部簽的 所以這四項通通沒有 台灣怎麼會是一個國家 所以你連當國家都沒有 當然你就沒有資格 申請加入聯合國 OK 好 那麼台灣目前的國際地位 就是日損美戰嘛 好 那麼台灣目前只是一個地理名詞 好 那麼假如台灣 假如啦 台灣要獨立建國 有五個步驟 你有沒有做到 你做到什麼地步 好我們來檢討 OK 第一個 你要請美國軍事政府 直接進入台灣 來終結 結束代理 那個中華民國國民黨的這個政權 不要再讓他代理 你親自直接來佔領 OK 然後讓我們台灣民政府 自己來管自己 然後我們還要管了一段時間 比較穩定以後 我們還要要求 那個日本 我們母國這個政府 來跟美國協商 依照琉球返環模式 看要陪美軍 美國要我們這個戰爭賽 要付多少代價 我們把這個錢交給他 然後簽一個台灣返環協定 來返環日本 OK 然後 我們還要再要求 日本的母國的參眾議員 他們來制定一個分離 領土分離條款 來作為法 有這個法院以後 我們才有資格來公投台灣的未來 要照這個程序來 這個就好像交通規則 全世界都一樣的交通規則 交通規則只有分走制跟右制 就是開右邊開左邊而已 其他的紅燈一定要停 那這個國際法的規定 我們也要遵守國際法 所以我們才是叫做法理學院 我們是根據法理 來爭取台灣的地位 前途 所以 不可以感情用事 用自己憑空想像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講得聽起來很爽 可是國際上都不承認 這就是為什麼 你到聯合國去抗議 去什麼聯合國先打團 去那邊 已經十幾年了啦 每年都要開 發 一億多台幣 去那邊 紐約一桌 一桌油 發送耶 OK 這就是台灣人 感情用事 無知 不尊重法理 這個法理也是被 這個法院 這個法官啊 檢察官 很多都是恐龍級的 這些法理 會被台灣人不相信 就是因為 有錢負責 沒錢負責 法律千萬條 價值不減一條 所以 法律被台灣 被中國國民黨弄 那個 他的那個叫做什麼 尊嚴都被踐踏了 所以台灣人變成 也不守法 也不管國際法理 都自認為 感情用事就對了 OK 好 那我們來檢討 用中華民國 中國這個民意要重返聯合國 好 我們來看 1971年的10月25號 聯合國的2758捷運文 的意涵 它裡面講的就是說 把代表中國的 蔣介石代表 從聯合國驅逐 包括這些 在國際組織裡面的 中華民國的 蔣介石代表 來驅逐 然後中華民國 並沒有 被驅逐 中華民國還是在聯合國裡面 只是那個位置 他是換 毛澤東的代表 去做那個位置 是毛澤東的代表 代表中國 所以 所以 你要用中華民國這個名義 還要再加入 它裡面已經有一個中華民國在裡面 所以是不可能的 因為 如果有兩個中國 那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它是 那個五個常任理事國 它絕對在投票的時候會 再投反對票 OK 你看 它這個椅子只是換人座 只是換毛澤東的代表去做 在國際法的規範裡面 那個定義 中華民國已經在1949年 它已經亡國了 所以沒有辦法再代表中國 它只剩下金門馬祖的一個殘餘國家 所以將來我們台灣民政府執政以後 那些不認同我們台灣民政府的那些人 不想 跟我們一起合作打拚的 他們可以回到這兩個地方 中華民國已始 要怎麼返聯 好 那麼台灣國還沒有出生 好 我來講一個故事 有一個 那個精神病院 他專門在關一些精神病患 然後 有三個精神病患 他每三個月 那個醫師 就要找他們出來 來從您評斷一下 有沒有比較改善 好啊 就可以讓他們出去 然後這個精神醫師 他叫他們進到他的辦公室以後 他就在這個門 用筆畫一個門 然後畫一個門把 然後跟他們說 你們三個都好了 好 可以從這邊出去 有兩個就 慌慌張張張就很快爬起來 就搶那個門把他開 然後另外一個就坐在那邊不動 醫師說 嗯 這個還有救 然後問說 欸 你好了可以出去啊 你怎麼不出去啊 他說 那兩個孫的 那攝集就在我這裡 沒有把我拿攝集才開的出去 他們兩個是瘋子嘛 他沒有來跟我拿鑰匙 那鑰匙在我這裡啊 沒有跟我拿鑰匙怎麼出去啊 這樣 以前本來說這個 還有救 結果這個比較嚴重 OK 好 我們來看 你看這三個 這三個他都不認為自己有病 都認為好了 對不對 好 前面兩個衝去開門的 那是比較沒有台灣意識的 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無黨無派 就是牙香對白 拿香對拜啦 跟拜的那個 說什麼都好啦 給血管都一樣啊 我還是要做工喔 打拚才有錢買飯吃啊 什麼人館都沒關係 再來 第三個 第三個他是獨派人士 就像我民進黨的黨員一樣 獨派的 他們自日為我台灣獨立建國的鑰匙 只有他們可以獨立建國 你們台灣民進黨才幾千個人 才受訊幾千個人 我們好幾十萬的黨員 你不靠我來獨立建國不可能啊 可是我們不是講要獨立建國啊 我們只是說要 回到國際正常的地位嘛 或者回到日本盟國大日本帝國的成員 所以就是這樣子 那麼這個醫生是我們TCE的成員 我們是擁有正確的國際法理 能源觀察 要來醫治生病的台灣人 我們來這裡受這個高級班的訓練 還有初級班訓練 就是要把我們頭腦裡面 68年來 中華民國國民黨給我們的這些 教育錯誤的思想 這些垃圾 來這邊把它清除出去 所以我們今天也很佩服各位 寧願犧牲時間 還有發揮金錢 來這邊接受洗禮改造 恭喜大家 今天應該都很欣賢 謝謝 那你們回去都要當醫生喔 你不要去當那三個喔 大家都要醒過來 那麼我們要如何加入聯合國呢 其實很簡單 如果美國軍政府來台灣 直接管轄 我們要求 依附在美國證會員之下 我們當一個副會員 就好像先生去申請信用卡 有一個證卡 然後付卡給老婆 這個意思 我們這樣就可以很簡單 就可以在聯合國的保護之下 好 那麼理想建構台灣的未來模式 就是我們要求 美國軍政府進來台灣 我們在它的領導之下 我們台灣民政府 自己成立一個政府 來管理台灣 好 利用立陶宛的模式 我們拒絕中華民國軍政府 體制下的選舉 讓這個投票率低於50% 它就沒有合法性 好 或者是依照流球返環模式 回歸大日本帝國 或者跟大日本結盟為邦聯 或者是聯邦 這都是可行的方式 但是原則上我們還是 以美國軍政府進來 以後再說 OK 好 檢討本土台灣人對美國的期待 很多人都說 所以他私底下 經過CIA的管道 來指導台灣民政府 還有其他管道當然有 在指導台灣民政府 一步一腳印 我們就跟著美國的腳步走 美國交代我們做什麼 我們不要假的 不要感情用事 所以好好的 我們就是美國 一個命令 我們就一個動作 OK 還有 為什麼不叫美國的軍隊 趕快來直接占領台灣 接管台灣 這是很多人都會講這兩個 OK 好 我們今天要想清楚 我們是戰敗國之民 戰敗並不可恥 但是你要承認自己是戰敗 從戰敗的地方 從失敗的地方 重新站立起來 那台灣人 以前國民黨政府就用文宣 宣告 台灣已經回歸 中國祖國的懷抱 你如果從戰敗跳到中華民國 就變成戰勝國 很多人就 我要當戰勝國之民 我不要當戰敗國之民 這就是為什麼台灣人 很多人會自認為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的原因之一 這也是為什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在日本東京的很多台灣人 也是為了一包米 因為你如果 不承認你是台灣人 你說你是中國人 中華民國的國民 那在盟軍 因為那時候中華民國 跟美國它是盟軍 盟軍的百姓 在日本就可以多發一包米 因為那時候糧食非常缺乏 都是配給的 很多台灣人 就是為了多發一包米 出賣自己 不承認自己是日本台灣人 而說他是中國人 所以會發生涉骨事件 就是很多日本人 從那時候開始 看不起台灣人 在東京的那些 自認為是中國人的那些人 才會發生衝突 這個涉骨事件 可能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講 所以 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是戰敗國之民 哪有戰敗國之民 在要求上司軍政府 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就好像一個 我們是一個公司的職員 然後要要求董事長 董事長地板那麼張 你怎麼不掃一掃 跟這個意思是一樣 我們是下屬 我們是上下位階的關係 佔領軍 還有說為什麼不叫美國 把流亡政府移到金門馬祖 這個我們當然都希望 可是這要有節奏 有時間 有步驟的 一步一步完成的 所以我們要認知 我們是被佔領者 美國是佔領者 美國對我們民政府 有兩個要求 我們要先把它準備好 才有資格再要求 美國應該要幫 在人權的這個道理上 來要求美國還要幫我們做些什麼事 美國要求我們要訓練4千位 等儲備幹部 就是以後要接管政權的 還有要有完成41萬份的 台灣政府的身份證的發放 這些我們都要先做好以後 美國規定我們的家庭作業 我們要把它做好 對不對 這個我們大家來一起努力 OK 好 這個麥克拉斯說 台灣是一個不成的航空母艦 我們台灣人應該要 親美日來共同防衛台灣 OK 你看 這是台灣 現在馬英九 經常利用他的媒體優勢 因為90%的媒體都 控制在中國黨的手中 媒體對台灣事件的解釋前 都是在他們手上 你看他就利用 毒美牛事件 來要求 來鼓舞台灣人 來反美 我說美國很餓子 要讓我們吃有毒的牛肉 還有利用馬基歐跟他男朋友 來毆打台灣人的司機 這個事件 一天到晚連續一個禮拜 從島到晚一直播放 這個馬基歐事件 讓台灣人來反日 反美 其實我們台灣人不要中了計 因為對台灣有管轄自履權 有主權的這兩個國家 是對我們最有保障的 所以他們很害怕 台灣人跟他們結合在一起 所以他在鼓吹台灣人 反日反美 那我們不要中了計 OK 我常在想 如果台灣 如果在這裡多好 你看我們在這裡的距離 不到200公里 他們的飛彈 隨便打都可以打到 弄到這裡 這裡有十萬八千里 你看他的飛彈 打不到這裡 他有一些桌機飛彈 是可以打得到 可是那個要很大 那個都是幾十億 如果射不准 不小心射到那個美國 那美國就跟他宣戰了 借機會把他打得西六花蠟的 OK 好 對啦還有一個 我有時候做夢在空思夢 康蘇夢想 台灣民政府執政 我們要發動國際標 看誰發明兩樣最厲害的東西 第一個 全世界最大又最鋒利的鋸子 把台灣從下面鋸開 然後再要求 做世界最有力的那個發動機 研印 裝在下面 然後從這裡開開開 開到這附近 找一個比較好的地方擱淺 對啦 這樣喔 難得 我們就不用怕 中共要怎麼打飛彈 這麼遠他打不到了 OK 好 那麼我們 來看那個 俄羅斯賣給那個 中共的這些 烏克蘭 烏克蘭賣給中共的這個 航空母艦 因為 蘇聯他們的一些高科技的軍事武器 在他們的蘇聯瓦解以後 有開始在對外求售 因為他們欠資金 好 那烏克蘭就把那一艘 報廢的航空母艦的空殼子賣給中國 然後他們中共自己去改裝 OK 可是 他們就不賣他這條攔截繩 因為你飛機要降落航空母艦 要用攔截繩把它拉住 OK 這條繩子 中共沒有辦法製造 它沒有那個技術 你看你說他軍力多強 他科技都發達了 可是連一條鋼鎖他都做不出來 說不賣他就是因為 以前 中共跟蘇聯 跟俄羅斯跟烏克蘭他們買的那個蘇凱 27 然後就被 OK 本來還不是說要買300架 結果買了100架以後 就說後面那200架不買了 他們就自己仿造 有沒有 好 山寨版的那個 就是他們堅實 有沒有 後來 俄羅斯跟烏克蘭也升級了 你這個我就不賣你了 看你這個 航空母艦就變成舶船 OK 好 這是他們自己 因為裡面沒有引擎 他們 中共自己製造了煙營 你看 黑煙這麼大 你看這技術多壞 技術這麼差 一個發動機都做不好 所以 這個也不用為什麼 用什麼衛星定位鎖定 遠遠的看那邊冒煙 飛彈往那邊射 就會射中了 OK 所以 它這個是瓦良隔號 反正台語說 做 瓦良公河 現在我們跟他說 要他 不好意思 回收了 改名 改做 四郎號 台灣會說 四郎號 現在聽起來又不對 現在又改 剛才 遼寧號說 啊 遼連啦 這真的遼連 OK 好 好 這個 上面都沒有電機 你說這樣 中國 它的科技還是軍務 會有很強大 沒有嘛 我們再來看這個 差不多四十幾年前 阿姆斯撞到已經不小心撞上月球了 你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到幾年 台還在學太空漫步 還有什麼太空艙對接 這個 美國很早 阿姆斯撞到 1982年 九月 他們就成立一個太空作戰司令部 他 客家的洲際飛彈 人造衛星來保護美國的本土 那時候 雷根 也發明 新劇大戰 這個模式 如果放風聲說 他已經在太空發展什麼武器 好 讓蘇聯這樣要緊張是 一直開軍費 一直在研究說 要跟美國抗議 其實這很多都是假消息 但是蘇聯因為開太多軍費 在 這個軍事武器上面 所以做成他們的經濟棒棒 所以 連買一個麵包 就要排隊排 整半天 很多變成 吃東西都要去排隊 所以整個工作效率都不好 所以一起惡化 到最後蘇聯群解體 他們還在 給太空漫步 或是給太空艙對接 你看 這個差不多40年以上 好 好 我們來檢討說 很多台灣的 國際法的壯家都說 台灣經過 年來的民主選舉 漸漸專變做 租款獨立的國家 我們現在有聽到這個話 其實沒有這個事情 因為 國際上沒有這個法案 再來 國際上沒有這個先例 第三 台灣這個戰爭在 還沒行清 我們的租款還在美國的手中 台灣這個土地 有兩個老闆 這個是 有所有人的日本天皇 這個是有債權的 美國 所以 不可能說 你這樣 用自己宣佈 看著看著 變成主權獨立的國家 美國說 台獨代表戰爭 這是美國人說的 美國的副主理國務卿 一個叫做韋德林 他說 台灣 如果是宣佈 獨立 這個意味著 我美國要 派 四大 軍種 陸 海空 海軍陸戰隊 到台灣 是美國要打人的 不是阿公要打人的 因為這堆戰爭在地 還沒行清楚 你要把我 獨立去哪裡 所以台灣人不要亂亂 好 這 跟我們大日本地國的範圍 南枯葉島 北方四島 這時候 日本是來的 大日本地國 但是最後因為韓國 就今後的成立了 生肖了 就獨立出來了 現在又像 我們這個台灣還沒回到日本國 OK 好 現在的 日本 是新的日本 現在是新日本國 跟大日本地國不一樣 新日本國只有四大島 包括旁邊的附屬一些小島嶼 像北海島 本州 九州四島 一九七十年 都回來了 但是 我們台灣還沒回到 OK 所以現在是 這個新日本國 正式脫離大日本地國 等於背叛天皇 所以現在是 你看 他加入聯合國 這個聯合國就是 比較像同盟國 他叛變 加入盟軍聯合國 而自治而已 這個租款 又是日本天皇的手禮 好 我們來看說 台灣政府 台灣民政務 在發台灣政府新聞講 主委 我要說的是 TW這個身份 就要一九十五年 到處去邁克阿瑟將軍 法佈 第一號命令 那個時候 會奔託台灣人 的市大人 包括他的後代 才會這樣拿到TW 那麼 流氓的中華民國這些聯名 他只會這樣拿到 CE Chinese 就是流氓 就是流氓 流氓症就對了 那麼 只要拿到TW的人 他以後 台灣民政務執政 這些人 比較有主席 做公告人員 沒有軍 因為軍 軍方就是美國在處理 中華民國這些難民 他沒有主席做 所以他們這些人 在公家機關 公告人員都要 漸漸 脫出 我們人如果補 如果有夠就補留 有夠就補留 也要有TW這個身份 人 比較有主席 有選議員 參選款 你要選 立法委員 選議員 選管制黨 只要我們台灣人 可以有參選款 這樣以後 就沒有藍綠對抗了 都我們台灣的事務 都我們本土台灣人 自己在 決定自己在選議 自己在公道 台灣政府新聞上 我們是有法源的 這是美國叫我們要做台灣公民 管理法案 我們把這個草案 送給美國 送兩次 替特等到第三次 美國比較OK 所以我們法案 可以通過 比較完善 OK 現在我們是有法案 我們不是黑白創 不是自己想到說 像他們 求空派台灣公 也在發新聞證 也在發護照 他們都沒有發完 我們是有法源 OK 好 我是台灣人 我不是中國人 我愛台灣 我拿台灣政府的新聞證 你說你愛台灣 你給我辦一張 來標示 說你是台灣人 給我看看 你可以這樣 跟你的親眼朋友說 你先問說 你有愛台灣嗎 如果說有 不過你是中國人 沒有你把你的 中華民國新聞 拿出來看 什麼是中華民國 用這樣 來克服我們台灣人 做回來做台灣人 做一個無尊的台灣人 OK 好 這是新疆書 OK 我們台灣有兩種 一個是政治的台灣 這個就是流氓政府 台灣在你當中 他的老闆是美國財財協會 他的老闆是國務院 最重要的老闆是美國總統 這邊這個政治的就是說 可以為亂說 亂騙就對了 因為政治是高明的騙數 這是主角正說的 只要把你騙你的票 騙你的资金 騙得來就好了 那麼 法律的台灣 你看 我們台灣民政府 上面是美國台灣軍政府 上面是美國國安部 上面的總統也是美國總統 但是這邊就要照國際法 依照法律 我們一步一步走 不可以自我解釋 自我用感情用事 所以我們這邊 是照國際法律 以後 我們所有做的 國際都會把我們成員 OK 所以我們要有 清楚 這個政治的台灣 這個中華民國 這是政治因素 世界的政治因素 所以不是在台灣 在關我們台灣人 但我們台灣的戰爭在行之後 我們就能回歸 正確的國際地位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聯 我講到這裡就好 好 大家各位 以後有機會好好講 謝謝 請客立 走 學校休息20分 各位學員 我們這邊有幫你們註冊 那個官網 如果還沒註冊過的 我們這邊有註冊 阿晴來這邊找我 零那個帳號密碼 好 謝謝